尽管本地更多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 但是我国的肥胖率却历经10年下降之后回升 回到了2010年的水平 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 冠病疫情让一些国人养成了久坐不动的习惯 而这将导致我国在对抗糖尿病的战役中受挫 每天注射胰岛素彻底改变生活习惯 甚至一度昏迷10天 这些都是68岁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迈哈迈德40年来的亲身经历 迈哈迈德是本地40万名糖尿病患者当中的其中一人 但是如果不加以预防 到了2050年 本地患上这个慢性病的人数 预计将增加到100万人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糖尿病协会 配合世界糖尿病日举办的活动透露 官方数据显示 跟2017年相比 去年有更多的国人利用休闲时间经常运动 每人平均购买 贴有较健康选择标签的食品也有所增加 不过我国的肥胖问题却变得更加严重 从2017年的8.6%上升到了去年的10.5% 当局将在年底推出新的推广活动 鼓励糖尿病患者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并提高他们对并发症的意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